阿棠,姐姐身陷险境,已经叫人心急入焚,你可不能再折在里面。 谢之芳哪里还听得进去,胡乱点头硬了,骑马往山上去了。 他行出半里地,瞧见草丛里有什么东西微微闪烁,谢之芳精神一震,沿着姐姐留下的标记一路追赶,终于在天色擦黑之前来到一个僻静的庄子。 正当他准备将美人重新捉回身下,煞风景的谢之芳却一头闯了进来。 地上散落着好几件衣裳,床杖中传出的娇气更是将他钉死在原地。 喜闻瑜,把我姐姐还给我。 你姐姐已经是我的人了,回去带话给你父亲,我会对她负责人的。 喜闻瑜,我想你的狗兵。 大胆,快放下电视。 眼看着一剑即将割断对方喉管,谢之芳往安静下来的床脉里看了一眼,遏制住了桃天杀意。 此仇不报,事不为人,可是姐姐的安全比任何事都要重要。 我想保住你们殿下的性命,立即给我准备一批快马,其人推到后院。 谢之芳,你姐姐不幸落入山贼手里,被他们吓了药。 我偶然救下她,见她深受药物折磨之苦,心生不忍,这才和她成了夫妻之实。 细究起来,我算得上是她的救命恩人。 你不说好好感谢我,反而对我喊打喊杀,未免太过无礼。 谢之芳冷笑一声,将剑剑又往前递了递,割破她的皮肤。 别,别动手,小的这就是背马。 你姐姐身上鱼毒未清,就这么被你带走,必定要吃大苦头。 许你无关。 谢之芳收剑入鞘,反手敲晕了纪温鱼。 弯腰将姐姐抱起,翻身上马,跃进无边无际的黑暗中。 着!